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22日 已經是星期五了 上海的封城可以說 是全世界的話題焦點 因為上海人口是2500萬 上海也是全中國最先進的城市 可以說 中國有史以來最繁榮 最盛世的地方就在上海展現出來 所以有大量的人 住在上海 包括港澳台明星 舔共的人士 還有一些國師級的人物 今天我們的主角 就是這個屬於國師級的人物 張惠惠教授 他有很多銜頭的 他可以說是習近平的 其中一個顧問 是很信任的一個顧問 政治方面的顧問 他是復旦大學的 教授 他是中國研究院院長 所以 習近平很多 那些決策 參考了他的意見 一個那麼高級的國保級 國師級的人物 在上海 都要捱餓 他 在朋友圈求救 說要買菜 不夠食物 要捱餓 當地 當然 每一個地方都有所謂團長 有團購的嘛 有團購就有團購 負責 營購 採購一些 食物 菜 肉 物資 幫 整座大廈 或者整個小區買的 團長知道 其中一個顧客 是張惠惠 這個院長 張院長 張教授 第一時間 當然是 聽不到 拒絕了他的訂單 那麼我們 要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很多時候 大家不知道張惠惠教授 有甚麼 驚人的往跡 有甚麼驕人的往跡 他除了 現在的銜頭 是中國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之外 他另外還有一個 好行 叫做 復旦之恥 大家就這樣聽已經知道了 他是復旦大學裏面的恥辱 詳細跟大家說一下這個復旦之恥 有甚麼 驚人的往往的那些說話呢 以及他發表過那些甚麼文章 說過那些甚麼說話 為甚麼我們的標題就是 總加速師助理呢 因為 他 很大機會就是習近平 還是現在那麼瘋狂的其中一個原因之一 詳細跟大家說一下這個人 張惠惠 究竟做過那些甚麼 說過那些甚麼 影響了甚麼人呢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按照這些 國師級的人 沒有甚麼可能 是需要捱臥的 但是這次上海可以說 同手無器 人人有份 無論你是甚麼級數 當然除非你是市委書記 當然是官員 如果不是 就算退休的檢察官 一律也成為糾塞 無一幸免 好了 我們首先說一下張惠惠 之前說過甚麼 他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9年以來 解決了捱打問題 也解決了捱臥問題 現在 要解決的是捱罵問題 中國人 改革開放已經解決了捱臥問題 誰知道現在 他自己 在上海 一個中華盛世代表的地方 他要捱臥 在一個 最先進的城市 最令到民族驕傲的城市 他竟然要捱臥 他說談人權 特別是中國人權 賴致任何國家的人權 首先你要問這個國家的人民 中國人講究權利和義務之間平衡 這是一個真正的普世價值 光講權利不講義務 這個權利是玩不下去的 現在 你的權利就是吃飯 但是你的食飯權利被剝奪了 這個就是 張惠惠 曾經 出席過 這個東方衛視的政論節目 這就是中國裏面所說的 這個就是19年的事 就是3年前 我們再說一下 這個 張惠惠 他曾經說過關於武漢肺炎 他說武漢肺炎 中國 是免於感染大規模的 原因 他說武漢肺炎來說 中國比美國安全 至少100倍 不是100倍 是1600倍 總之是N倍 很多很多倍 的確是 在武漢肺炎方面很安全 不過呢 在吃飯方面就沒有那麼安全 這個也是即時回應了 復旦之恥 復旦之恥 中國人民 就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 捱我問題 他 一直以來 我們為甚麼說他是總加速師助理 因為他曾經 就說 要為中國的政治局 上一課政治課 為甚麼 他不斷去周圍說好中國故事 但是在學界來說 他的明星是十分之狼藉的 大家已經知道了 胡錫進 金燦榮是甚麼人 但是 也是由於這些狐朋狗黨 壟斷了整個中國的研究話語權 所以 中國 基本上 可以說是 完全走錯方向 而習近平就是聽了這群狗頭軍師的說話 習近平說 要對外提升中國的話語能力 說服力 大外宣系統 要拿到匹配的國際話語權 重點就是要對付西方 要把中共的大外宣 不斷向外宣揚 為甚麼張維惠會得到習近平的信任呢 因為 在過去的國慶的時候 他曾經說 我們 正是見證著人類歷史的大轉折 我的預測是世界會以更快的速度向東方傾斜 向中國傾斜 向社會主義傾斜 這次疫情世界大戰 可以說是這種傾斜的催化劑 這一處排比 令到習近平 十分之高興 為甚麼 他就說 這場疫情 將 美國打換形 我們看到一個武皇帝新裝的美國 對多數國人來說 這是一種無與倫比的心理上勝利 精神勝利法 也是習近平 所想的 他 老實說 大家看到他的策略成分那麼高 基本上跟學者的身份是完全不合適的 他 為政治局說上一課 重要的一課 很吸睛 當時 他在2012年的時候 曾經 讚揚重慶經驗 即是被網友翻舊 他不斷為薄熙來造神 當然 既然可以幫薄熙來造神 也可以 行為習近平造神 張惠惠很幸運 他當時不斷在讚薄熙來的時候 幾個月之後薄熙來倒台 他沒事 很幸運 後來竟然 直接去吹捧習近平 然後 把重慶奇蹟改為中國奇蹟 他以前的說好重慶故事 就改成說好中國故事 換湯不換藥 但是習近平很受落 習近平 其實我覺得 很大程度聽了他的所說 東升西降 一場疫症將美國打回原疫 我覺得 習近平現在加速到那麼瘋 但是他真的是深信 這個疫症打殘了美國 打殘了歐洲 他可以趁機會 他就來一波 厲害的 所以 對香港那麼瘋 2020年當時的疫症開始大爆發 全世界搞不定 他就覺得你搞不定 我就來 動香港 好了 然後 就做了很多這些事情 包括 賺倒螞蟻金服 賺倒教育培訓行業 自己搞自己 然後這次還搞上海 他覺得 完全不用再看西方的臉色 所以 我覺得這個角色 他說話不僅是戰狼級 甚至乎 是徹底影響了習近平的政治思維 習近平的很多決策 也是根據這個人的虛報軍情 因為大家知道 獨裁者 只是喜歡聽好說話 少少不合聽 不喜歡的 所以 這些人 在習近平的心目中 才是 轟鼓之神 其他的講真話 全部都是垃圾 全部都是掃走 這個也可以解釋 為甚麼習近平的方向越行越極端 就是有一群殘骸人出來吹泡 其實情況跟普京很相似 普京到了這一刻 還是覺得他有機會贏 上個星期 奧地利總理訪問莫斯科 跟他會談 回來後 普京還是 還是覺得他會贏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真實狀況 因為他手上的所有資料都顯示他會贏 而習近平 跟普京的情況一模一樣 就是有這些助理在 總加速師助理在 所以 這次張維惠 在上海如果餓死的話 可以說大家一定要慶祝出來吐紅 不過 他 對習近平的影響 真的很大 你看他過往那種說話 他唱好重慶 變成唱好中國 把吹捧薄熙來的東西 變成吹捧習近平 這些東西 每個人都受落 每個人都在你身邊說什麼好東西 什麼萬歲 又把你捧到一個 捧到神的地位 每個人都喜歡 每個人都對聽 每個人都對聽 每個人都不喜歡聽這些說話 不過問題就是那個人 受落程度 還有 他會不會自己有思考能力 我們現在 真的充心希望 他 可以在上海當場餓死 當然 他的餓死會不會令到習近平改變呢 不會的 獨裁者已經覺得他是神來的 現在的習近平 不會再聽任何人說話 他只會接受 一些吹捧 而且越肉麻越瘦 即是好像吃鴉片 最初吃一點就可以夠皮了 後來 吃很久也不夠皮 頂不了人 因為他的日日煙印太深了 跟這些獨裁者一樣 現在的普京 一定要極肉麻才對聽 一點肉麻也不太聽 他也覺得你不夠誠意 不知敬畏 所以 一個 九頭軍司 或是總加速師的代理 助理 總加速師助理是不同的 副總經理和副總經理助理是兩回事 他只是總加速師助理 他在上海餓死 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如果是真的話 但是 對於習近平我們的判斷 他只會越來越極端 身邊的人說的話 只會越來越肉麻 他才會聽得下 這個當然 會帶領整個共產黨向毀滅的方向 繼續加速 這個是我們樂意見到的 這節先說到這裡 拜拜